大家好,我是梁輝紅 我是海景家福周濟酒店海景軒的中族行徑總廚 今天我為大家示範的是 怎樣煎一隻漂亮的荷包蛋 我比較喜歡用中國蛋 因為我喜歡蛋黃蛋白的均勻度比較好 如果用美國蛋就比較大隻 吃出來的蛋白佔多數 鮮河包蛋當然是硬鑊陰油 尤其是鑊很熱,油是冷的 下蛋的時候,我們希望保持蛋在中心比較好 如果不行就不要緊 因為我們要保持在中心的時候 反的時候,兩邊都有熱度 才會黏得比較好看 好,大概我們保持在二十多秒之內 我們就把它翻一轉就可以了 好,這個時間是你成不成功的要點了 好,接著我們再煎一下它 要煎荷包蛋,要煎到蛋 兩邊的蛋白一定要熟 但蛋黃有少許熟,不能太熟 蛋黃有少許熟 如果我們在家用平底鍋 你其實要把它移到鍋邊才會轉 我現在這個就是… 因為生鐵鍋的芯是圓的 所以比較簡單 我們一動就是了 它本身也是鍋中心 你希望你們選一些鍋鏟 就像我那樣,比較薄一點的 還有大隻一點 放進去的時候,我們可以… 整隻蛋可以…吸起來 好,我們煎荷包蛋的時候 其實我們整個過程… 我們保持火在中火 這樣煎出來的荷包蛋,它才會… 蛋白就稍微脆脆脆脆脆 蛋黃就不會太熟 記住,煎蛋,荷包蛋,大概… 整個過程,我們應該…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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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應該完成,否則蛋會很熟